在我们的认知中,特种部队作为各国军队的精锐力量,通常具有编制灵活,人员精干,装备精良,作战能力勇猛等特点。 考虑到其实际作战的需要,各国军队在特种部队武器装备配备上,可以说是花费了不少见识,特别是在侦察情报,远程之杀,火力支援,情报征集上,更是及各国军功课之一身,最好的,最贵的,最潜艳的都最先装备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特种部队的近战格斗武器,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。 然而,随着秘密侦察渗透,和敌后破析等任务的需要,近战格斗武器,也逐渐引起了特种兵的重视。 今天,我们向大家介绍四款刀长在300毫米以上的近战战器。 BCB弯刀英国,刀长,400毫米,刀锋长度约为330毫米,刀锋宽度为6毫米。 BCB弯刀源产地为英国,最初的构想是为英国皇家海巡陆战队,提供一款用于野外生存的匕首。 后应军方需求,以及任务的变动发展为两个型号,一种型号是Specplace弯刀,采用不锈钢丹热,呈现为黑色状,高握把,灵纹刀柄上设计有手指护圈,通常情况下配有劲刀绳和皮革,或草杜拉面料的刀套,便于将刀装入刀套。 另外一种集是其野生型号,官方称其为救生工具弯刀,其用途也由军用转变为名用,主要用于厨房中交工食物,或者平时生活中所用,刀锋油炭钢制造。 S-37,海豹突击断根NIF-120。 00匕首美国4款匕首,采用LU-S-6不锈钢材料,刀长314毫米,刀锋长度17.8厘米,装备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,经过历次重大任务的检验,获得了官兵一致的好评,因此,很受海军海豹突击队的青睐。 在武器效能的测试中,对刀键抗折强度、刀锋韧性、锋力程度、刀刃寿寿命、刀柄抗敏线度等运行测试,采取盐水浸泡至少两个星期,汽油和乙圈灼烧测测试,砍、锤、烧、刺性能,对六种不同类型的绳子和拟龙线的切割能力进行检查。 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和测试,其性能基本满足了最初的设计要求,也达到了军方提出的企图。 也正是因极简单,实用的战技术性能,每支其他特种部队也进行了采购。 可以说,这款净战力器也日趋成熟。 Sox School的第一MOSS第99军刀美国刀长,314毫米,由SOJ为美国海军顾问特写的19,64年,执行在北约的海岸任务而制造。 该匕首采用厚度0.230英寸的双刃刀锋,刀背上便不俱齿。 该匕首的特色是刀柄上缠绕皮革圈,用环杨树织粘合,另有黄铜圆头固定。 匕首上有黄铜材质的横挡护手,和刀配套的有黑色皮质刀套,魔刀石和皮质机刀绳。 在历次的作战厌务中,这三款刀长超过300毫米的剑战力气,经历着实战的检验,也在一定程度上,决定着剑战双方特种兵的生死存亡,可以说是特种兵。 面对短冰箱结实最后的生存武器,我想如果大家遇到大夫,肯定也希望一把这样的剑战力气防身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